《大愛人物志》 資格 感恩你們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我聽說 紅毛當座做主座 學會相收心心細細 但是你也知道 枕邊人最難度 如何自己做得歡天喜地 也可以把另一半度進來慈濟歡喜付出 那就真的需要智慧了 今天就要來介紹一對越做越有智慧的夫妻黨 下面人 請看他們的照片 這對就是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羅士淵師兄余月勤師姐 在彰化進師堂的合照 過去這對夫妻白手起家 創業有成 不過接觸慈濟之後 師姐常常放著老闆娘不做 處理做主座 她內容吃自己的飯 做進人的事情的行徑 讓師兄相當的不解 想知道後來師姐如何把師兄度進來慈濟 兩個人歡天喜地 出錢出力又出地嗎 我們來看這對夫妻 在彰化 方怨歡喜付出的情形 每天早上5點10分 慈濟志工羅士淵和愉悅情夫妻 來到二林環保站 聆聽禁思成語和志工早會 尋髮香 沉澱姓靈 每天早上5點10分 禁思成語 每天早上5點30分 禁思成語 那6點結束以後 我們會帶一些簡單的運動 這些老菩薩大家一起動一動 我們接著下來就是我們每天的志工早會 對 這個都是跟金色同步連線的 來來來 阿伯簽筒 快來 你剛才有嗎 好 感恩 師兄 你還要幫他們過考 要簽筒 我們要上船 1998年受證 過去經營音響工廠的夫妻倆 6年前因為成本壓力增加 我願廠房外移的羅世淵 毅然決定結束事業 開心地成為全職職工 希望能有更多時間 帶動社區菩薩大招生 這是大家習慣上的啦 因為要不然這個一直到志工早會 這中間還有一段時間嘛 所以我們就是請老師來教一下 我們這個基本的這個甩手工 那然後大概15分鐘以後 我們會繼續做五行健康操 環保教育站這邊呢 是從4月17號開始 大二林地區四個鄉鎮 這些菩薩對於拜金 大家是非常的有興趣 這個氣能夠像這樣子 帶動起來的話 我相信對我們地方上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帶動 困難一定是有啦 現在剛開始 雖然說我們組隊長有去宣導 但是人員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說能夠說很理想啦 當然這是慢慢來 因為畢竟是一個開始 要前程啊 萬事起頭難 即使推動效果暫時不如預期 但是羅氏鎮相信 有興就一點都不難 像當年余悅琴 憑著一份熱情 帶著方怨地區的志工開始做環保 到如今散起來也十個年頭了 我看那塊板子可不可以 這個沒有瓶也不好 因為這些老菩薩有沒有 就是在一起的話 我們會感覺到說 他們都是我們爸爸媽媽 都會這樣互相的照顧 這個姻緣也是 就是說我還是一樣 去當醫療志工的時候 碰到那個岳師傅 岳師傅就說那一個是他 那個阿伯是他阿姐 他在這邊可不可以來帶動他 可以做環保有底 投入了差不多三年多 快四年了 就是我就想說 這個雞岩也成熟了 因為阿伯 他有能力可以帶動這個區塊 所以慢慢放 我只要有時間 只要不去醫療志工的時候 我就會到這裡來 等一下他就會很大個 卸下環保站負責人的 階段性任務之後 雞岳琴投入了醫療志工的領域 不過只要有空 熱情了他喜歡用好手藝 與志工們接好圓 退十五分 差不多十五分二十分就OK了 其實你剛開始怎麼看 師傅在這裡 我已經講太誇張了 師傅在這裡說真的是 想過吃飽沒問題 啊真的是人家講說 吃自己的飯做別人的事情 但是看他每次做 做得很高興 我也覺得奇怪 阿嬤搭一碗 阿嬤搭一碗 我在那個 我幫他回去再看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來坐坐看 阿嬤你去你不要坐 你就是去看看我們怎麼做就好 所以我們就把他帶到那個環保站去 然後他看到那些 我們的那個謝莫夥師兄 他們也在做 他看到他就不好意思 他就快點來做 所以這樣就做掉了 其實是講坦白一點 就是給他連縫帶片 小小小啊 吃點點心的 大家做一做 休息的吃一點東西 大家聯絡聯絡就是聊聊天啊 大家都很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的長長 長長 長長喔 這就是我們的長長娘 呵呵呵呵 他們兩個真的很配合 好嗎 哪呢 八十二年 那這裡就是 會做回事 就是 前年我還沒來 跟他們參加了 很扮演的是 他們兩個夫妻黨 從連哄帶片 到夫妻同心 不在乎是誰帶著誰做 更不在乎是誰的工作責任 隔世淵還越寢 在慈濟道路上相互扶持 靜靜成長 除了賺得豐富的活得 與智慧之外 也贏著這一份法性之情 讓夫妻間奮添了許多溫暖與關懷 做慈濟其實啊 收穫還真多 不僅可以廣結善緣 也可以讓自己 知識 慧命 智慧都開啟 對吧 我們這對眼前的女婦就是如此 我們的親友團黃雀師姐 也感謝你今天一起坐來 謝謝 我先請教我們的羅師兄 你剛才來聽篇說 說實話 我是被師姐連哄帶騙進來 慈濟的 那被騙了歡喜嗎 當然現在回想起來是很歡喜 如果說沒有當初她的師姐的用心 她的智慧真的 我想現在的生活可能 或甚至個人的身體 可能是會很糟糕了 因為以前社會上自己做一點小生意 所以難免會藉著說交際應酬的名譽 有一些不良的習慣 這是難免 其實人家說這個夫妻能夠成為眷屬 也是十年修德百年修德的姻緣 師姐當時你們還沒有在彰化落腳的時候 是在台北發展 在台北開揚聲器的工廠 聽說那個時候你就當會員 對 但是當會員聽說都偷偷的 不敢讓師兄知道你繳功德款 對 是怕什麼 因為她怕說我繳這個款有沒有 以前就是很多就會 我們開工廠 會有人一些人就會來 就是說要捐什麼要募款什麼錢什麼錢什麼錢這樣子 所以她就講說你繳這個錢會不會被騙啊 她擔心 她擔心說 辛苦賺的錢 對 所以你就偷偷的捐 偷偷的捐 不敢讓她知道 對啊 但是為什麼她會擔心我 是因為就是說剛剛講的 那個時候社會風紀 畢竟就是說很多都是 我們知道的就是很多利用民意啦 這樣子 假啦 我一直想說自己心心肯肯賺的時候 怎麼自己不會開要拿去給別人開 你希望眼見為平 是不是 我看到才算數 對 所以那個時候 你也沒讓她知道 你是捐給後山華蓮的 一位師傅在蓋醫院 在做善事 你都沒給她知道 對啊 沒有給她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沒有去過華蓮 也沒有到那邊去 也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樓下有一個師姐 她說要不要做功德 要不要捐錢 然後一百塊這樣子累積 我就說那這樣好啊 所以我們家有五個人嘛 兩個大人還有三個小孩 所以我們就是每個月 我們就是這樣捐 我們也沒有告訴她說 我已經有在那個 做那個花蓮的那個師傅的 那個監工德款這樣 反正你默默的做偷偷的做 就是怕她讓她知道就對了 你今天有帶一張非常珍貴的 識別證 哇 各位觀眾朋友 慈濟服務隊 這是志工證 慈濟綜合醫院 愚悅情 這多久之前的事情 這是85年的時候 1996年17年前 17年前你還 相當的青春的樣子 那時候還年輕 這是你第一次參與 慈濟的志工活動嗎 對 就回到花蓮 自中華拔山貴 怎麼回到花蓮 對 他回來有跟你說嗎 有啊 我去花蓮當志工好高興 好高興 說怎麼聽說怎麼聽說怎麼聽 對啊 但是你自己都沒做 怎麼感覺 對啊 那個時候就是 也是覺得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去做回來 這樣花蓮跟這樣 譬如說去做環保也是一樣 剛開始也是天還沒亮 他就出門了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每次回來他都很高興 所以你才想看看 你也想說 我也來了解一下 他到底是在比什麼夢 對啊 就是這樣讓他騙進來 好 感恩你被他騙了 對 前來夫妻同行在慈濟的菩薩道 不簡單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今年是人文真善美 志工成立十週年 但是早在人文真善美 成立之前 我們映像志工 兩位夫妻就有參與了 一個扛攝影機 一個拿照相機 而且還把他們家倉庫二樓 改建成我們的這個聯絡處 共修處 大家來精進的地方 不簡單 如何做得到 就是他們以念心 好 我們待會兒要去看個案的房子 在母親節前夕 刺激志工集合在洛世淵的家中 準備為長期關懷的照顧戶 送上溫暖祝福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幫他解決他的困難 你說這些歌仔舞是都很久了是不是 所以我看你跟他們好像都非常的 清楚他們的狀況 對啊 已經很久了 兩年了吼 有時候我們會用電話聯絡 關心這樣子 像這個 這個是主要是誰在負責 像這個 因為他時常都會不在 我其實像昨天講的是家裡的藏光 若是淵負責開車 與月勤則像車長一樣 漢志工們熱絡互動 一路上除了討論關懷個案 也會和大家分享 他每周在大陵祠院 承擔癌症關懷小組的所見所聞 在新年的人 就大部分判就是六個月 或是三個月 他已經沒有孩子了 剩下孫子 是去花蓮當志工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說在 我記得是在二八東 那二八東就是有一個 跟我同年齡的病患有沒有 我心裡我就覺得說 一樣同年齡我可以這樣付出 我可以來這樣做 我又做得很高興 在醫院裡面 可以看到人生的百態 再來人間的活地瘀 再來可以看到真的 病患給我們啟示到 我們要自己真的健康很重要 像她常常講 你有健康的身體 你才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好 嘿 早前你好 嘿 祝福祝你們祝福 大家來給你們看 看到我們感動嗎 一天才來給你們看而已 你還在 對啊 一天才沒來 對啊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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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心不才對 對啊 他是以朋友這樣子在跟他們相待 他不是說我就是去看看他 然後回來就是寫個紀錄這樣子 他是很用心的在關心他們 然後他也不會說我一個月去一次 他就是會適時的會電話 或是覺得他真的是需要再關懷 他會再過去 嘿 做得很好啊 哈 對很好啊 啊 感恩 嘿嘿嘿 玉岳晴說因為做職工 讓自己的脾氣感低許多 對照起現在的滿條絲裡 笑容常開 過去的他可是相當的節奏 移速 不人體清靜 連工廠員工都不敢和他說話 我們上人有沒有 就送這一份禮物給你 祝福你 母親節快樂 對 大家都快樂 女兒也快樂 你也是母親 好 以前很急啊 做什麼事情 反正你就是一定要很完美 要做好 那現在的話 就會慢條絲裡的 不用那麼急 就是事情做好了就好 房市這邊我也是很能體會到 你看他因為年輕人往外面移 就是剩下年紀大的人在這邊 沒有辦法可以說來照顧他 我的方法就是說 我就會把說像這些我所看的個案 比我大的我都會叫大姐 比我年紀更大的我會叫媽媽 他小一點的就是我的弟弟或是妹妹這樣 我都會把他當作我們的親人 健康之福 喜善遠 把握時間 請付出 與月勤愛的腳步走得步步踏實 這一天為了即將登場的玉佛典禮 職工們一早集聚在彰化禁師堂展開彩排 今天玉佛要彩排 那您資格 您已經承擔什麼東西 承擔很花 當職工又碰到不如意的事情 回到家裡我就會想 躺在床上就會想說 奇怪我老闆娘好好的不做 為什麼要來做受氣的工作 想到最後就會想說 上人你看他要為了前求 你是會有不如意的事情 就算一灘血的事情對不對 這樣子上人都沒有退船了 那我們想說 我就會心裡想說 我們是跟著上人走的 第二天的話 有什麼工作的話 組長叫了 我們還是一樣出發的在做 做職工有沒有 出去看了那麼多 當然很期許自己就是說 身體健康 做到不會做 做到哪一口氣 呼一下這樣就好了 不在乎人間鬥場的挫折磨裂 愉悅情期許自己 只要還有一口氣 做瓷季就要全力以赴 是啊 做瓷季真的可以讓人家 翻天洗地腳踏實地 幸福快樂無地筆 這兩位阿婆就是這樣 包含921的時候 他們兩位阿婆去做希望工程 同學生嗎 對 他們兩個很開心 他們本地那麼好 本地是在做影響的 我看得到 對啊 所以你們兩個從補衛到會 對啊 一個買攝影機扛著拍 你拿個照相機 將插那後會永恆 你什麼心情在做這個事啊 因為那時候就是 剛好有那個人文真善美啊 黃國和師兄啊 他就是我們的老師 他就組一團就是一個小組啊 我們就是那時候師兄有興趣 我們也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錄影 我就說那這樣我們來拍照這樣 哎唷 富唱富水耶 其實作為人文真善美喔 除了要有體力要有精神之外 也要買那個價值啦 我們幹嘛自己自掏腰包買器材嘛 感恩你們的公司 有盈餘可以買 要不然一般老百姓上班族 真的要欠欠欠才有辦法啦 所以你們就大捨無求 包含他們手房 趁口二樓 他們都... 這樣喔 以前他們沒辦法... 要買鞋子買東西可以付出 買鞋子桌子嘛 他們買來採在那裡 大家桌這樣喔 對啊 我請教一下 黃崔師姐 你們... 李林、鳳凰 這些地方 在康尾那裡 當初他媽媽沒有提供那種地 你們都買到... 真正供應了 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 沒有喔 沒有 不怪你們媽媽媽 開心 自己一台後 哎唷 慈濟這個大福田啦 太美妙啦 太乏喜啦 廣邀天下善事 我們就... 有栽調 我們就... 農一個地方 給大家來... 聚會啦 以法相會喔 誰的意思 師姐 對啊 他實在講 他... 他真的是... 比較有善根啦 這樣喔 所以他現在也常常跟我說 我們要會根啦 有善根 你要會根就對了 對啊 他時常這樣勉勵我 兩位都是客家人 其實來到芳苑 蠻多人都是說... 台語啦 閩蘭話啦 所以也曾經出過笑話 來聽聽看喔 一天房市一個... 阿公跟阿嬤 去的時候就... 阿公跟阿嬤在了 下個月再去的時候 阿公不去了 阿嬤就說... 阿嬤 阿嬤怎麼沒看見阿公啊 阿嬤就說... 阿嬤就說... 阿公阿趙了啦 阿公阿回去 阿嬤你怎麼沒對阿公阿回去 結果他跟我說... 阿嬤怎麼沒拿手袖給你 他說... 我不知道喔 你不知道你們這裡的人 說他回去喔 是往生啊 感恩他 讓我進了慈激 認識的慈激 是他帶我們進了慈激 所以我要感恩他 謝謝他 沒關係啦 反正不會學道會嘛 不練就沒關係啦 會孫會通得重要啦 對 笑就也是這樣啦 這個伸手不打笑臉人嘛 就抹慈激面霜就好了啦 阿嬤你看 其實大家發現如果這個拍攝的內容 五月份育佛節母親節 怎麼會拖到這段時間的農業 阿嬤兩個人就很客氣 那就賣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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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是來啦 對不對 總是嘛 我們勇於承擔樂於配合 所以師兄師姐要利用今天的這個機會 要發心力願喔 我先發願喔 當然生生世世就跟著上人 跟著上人的腳步走 來師的話也是要跟著上人 是 也要做慈激人這樣 嗯 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好 阿嬤咧 嗯當然我首先要感恩我的父親啦 已經八十幾歲了 他身體真的講自己能夠照顧得很好 所以給我們父親呢能夠很放心 不用操心老人家 所以這樣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當然要感恩的人很多 靜慈濟的姻緣感恩的人很多 那但是我就是在這裡來發心力願 就是希望說我的父親能夠繼續這樣子 身體健康 使我夫妻兩個更能夠跟著上人 腳步一起靜靜 不要有後顧之餘 當然父親是我們一定要孝順的 對 但是他真的也是很體諒我們 嗯 如果說講到做慈激 他真的他也是非常的歡喜 嗯 現在我回家去以後 我看爸爸呢他除了大愛電視台以外 其他的電視台他都不看了 他也坦白的講他說看其他的電視台 他真的他的血壓會升高 所以真的是當然 當然這是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我覺得說老人家能夠這樣子 他的改變實在講我真的是很高興 好每天都發好願說好話走好路做好事好不好 好 我希望你們的願願都圓滿喔 三代 四代喔 四代同堂樂佬佬 大家都是慈濟的快樂寶 感恩您也很好的您喔 謝謝 感恩 謝謝 謝謝